哈囉大家好我是PFM 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我們今天玩一組 掛機流 可是這個掛機流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我們要ㄍㄧㄥ到30回合才能開始掛機 不過這組我覺得蠻神的就是了 對好因為有觀眾推薦我這個掛機流 那我們就來吧 而且我個人是一個非常愛掛機流的玩家 那之後再跟大家講 我的掛機流後來有一個進階 也不是進階大家應該都知道 反正就是齒輪掛機流的時間版 好那之後再說 那我們這次玩的玩法呢是 對面是算輔助方 他是用地雷尖刺成長小丑跟轉移 而我這邊呢算攻擊方 我這邊是用組合暴擊轉移跟生長以小丑 這邊就比較注意喔 我沒有帶適應喔 身為一個組合不帶適應 不過這畢竟是觀眾說的 我們就直接來嘗試看看吧 好那這邊他還有說啦 因為我們就沒有拍另外的組合 因為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沒有地雷跟尖刺 欸不可能沒尖刺啦 如果沒有地雷的話 也是可以用颱風跟地獄來搭配的 兩個都可以 兩個都可以的 可是我們沒測試過另外一組 然後我們就測試 我們是測試地雷跟尖刺這樣子 OK好那我們就來吧 這時候我的爆傷是828 這時候爆傷 爆傷要有點高啦 因為我們畢竟是吃爆擊骰子嘛對不對 不知道吃光骰行不行啦 但是既然對方說爆擊骰 我們就來爆擊骰吧 那這邊講一下簡單的功用 因為地雷跟尖刺就是完全的輔助 因為他沒有任何主動攻擊的意思 那地雷他一個很屌的東西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他放下去的東西就是永遠卡在那邊 那時間一久就很穩這樣 然後我這個組合呢 我的combo數會特別特別的少 對但是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既然在少combo的情況下 還可以掛機 這組合真的是蠻神奇的就對了 來我們就直接一口氣給他跳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好由於我這次呢 試到30關就不會再做任何操作了 所以我先提早講 不然的話等一下可能沒有話講這樣 好這個玩法的主軸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爆擊骰的高星 要放到一個高星的組合閃 不一定要高星啊 反正就是周圍都要是爆擊骰 這樣才對 不然的話傷害是不會出來的 所以大概到30關之後 整理完之後 就可以完全放手了 然後我真的是嘗試過真的是蠻扯的 來25關到時候已經 現在已經輕鬆點了 可是我只有在10 我現在是16階 欸18階 我在18階的情況 然後有一個爆擊骰是吃到六星跟五 六星組合跟五星的爆擊是吃到的 所以欸其實他其實也有稍微吃到四星啦 不過還好主要應該是那顆在打 這個傷害量其實已經夠了 雖然我的階數到現在只有20階而已 真的是低到一個誇張你知道嗎 這個階數 雖然對方是有配轉也來幫我加一點點錢啦 不過 還好還好 可是自己很像還是不夠 還是需要別人幫忙一下 然後我真的是睡到一個爆炸 天啊 只有一個六星一個四星跟一個四星 旁邊吃到一個三星的爆擊在打 這個感覺有那麼一點點慘 不過沒關係我們到時候30王一定會轉 這個一定會轉 沒有辦法像之前的速推流一樣 直接把王出來之前就撵過去的玩法 不一樣不一樣 好所以我們這個組合不管怎麼樣 前期就是先撐住 然後30王都整理好之後 我們就直接放推 看可以到哪裡 真的是一個很扯 我自己體驗過之後真的是 有點誇張有點誇張 好現在到28回合29了 那這邊我會選 我會選擇優先放地雷原因 我會覺得是因為 這樣的話30會是穩過 就算今天沒有我組合骰的情況下 30關的話在地雷很多的情況 後面那一坨都是地雷的情況 其實OK的其實蠻簡單的 只要靠地雷就OK 當然前提是 不能讓怪物把後面那段撞掉 不然就尷尬 好來吧30關 雖然我前面排的有點好 但是有那麼一點尷尬 都還是給他放掉 雖然說到30關之後可以放手 不過還是要整理一下喔 不是說30關馬上放喔 30關馬上放會崩潰你知道 因為他轉王都可以隨便轉的 對這個轉到黑了也是有點極限 當然30關應該說 遇到轉王就是看點 就是看點就是看點 好OK30關過了 來我們稍微給他整理一下下 我們就來準備放手啦 好接下來錢其實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我這邊錢已經夠了 應該說目前的狀況 錢已經夠了 河野河夠了 我這邊有一個七星的組合 旁邊配上兩顆四星的暴擊 可是配一顆就夠 然後這邊有一個六星 啊這應該是最後一個洞了 最後一洞最後一洞 然後把 我現在才升級滿耶天啊 我剛剛完全沒注意到我沒升級耶 好一個四星的暴擊 旁邊拉著兩個 一個七星跟一個六星的組合 然後這邊有三個一星的 我就沒有再做任何合成了 我真的是一個很奢侈的動作耶 31回合25階 好我們就來他可以到哪裡吧 那我接下來的速度 我稍微double給他加速一下好了 不然我覺得時間有點太慢 好走吧 好那接著是兩倍的速度 所以聲音上可能聽起來會不太一樣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繼續來看吧 可以看到我這邊的傷害 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誇張 欸我這邊兩顆七星耶 我現在還注意到 喔還不錯還不錯 這次的位置還蠻棒的 這時候對面的傷害其實已經有一點不行了 已經是完全靠我這邊在動 然後我們兩邊是完全不動的情況下 這時候我記得有時候 對方可以稍微動一下 反正影響不大 影響已經是我這邊的事情了 只要過30關之後 確認過了之後 我這邊是完全放手 這感覺真的是有夠爽 我爆上也只有828而已 沒有說特別高 沒有說特別高 但是也不能太低 也不能太低 因為畢竟是吃爆擊散喔對不對 然後這傷害量真的是有夠爽的 天啊那個 好OK幾乎是遇到怪就死了 現在35關 還沒到40關 還沒到40關 等下50關之後就是中頭鞋 50關之後我們再慢下來稍微看一下 好36關沒問題輕鬆過 只要不是王關都可以輕鬆的輾過去 37了37了 我這樣加速有多好 不知道這遊戲有沒有辦法設定一個 加速按鈕 如果雙方都同意的話 這樣速度快一點吧 不然有時候覺得很痛苦 你知道嗎 遊戲一直要玩很久 可是這樣的話很像加速遊戲壽命對不對 因為就是 加速而已 就是加速了這樣 OK好38關 可以 好爽喔這種感覺 而且 而且很像還不太需要我 因為他的尖刺也起來了 尖刺的傷害到這裡還行喔 還是我沒有用過尖刺在爬塔 對吧其實還可以耶 其實還可以耶 尖刺地雷隊 好混亂的畫面 好來四十王被炸掉 沒關係不動 我們連召喚都不召喚 就當作是完全掛機 我們人都不在線上 欸他有動耶 好 沒關係他這邊動 影響不大影響不大 主要是我這邊 我這邊是完全不動的 完全不動的 畢竟傷害都我在扛 我在打 那這邊因為四十王的關係 所以地雷會被處理掉一般 這樣就有點尷尬 有點可惜 不過沒關係 因為反正地雷到不了後面 慢慢補就好慢慢補就好 他這邊補了一個 剛好生長變成二星的地雷 沒關係還好還好 重點是我這邊繼續不控 還能傷害能到哪裡 有時候會用這個組 會用這個組合的原因是 因為其實現在的怪物的血量 實在是高得太誇張 就算你手動那個傷害量也不會 頂多也到七十八十好了 對反正就覺得手動的成本 沒有那麼高 對效益好像沒那麼高 除非他之後卡片再開放更高 不然的話我覺得三的話 可能還吸引不太的 不太吸引得了我 對我覺得 我還是會偏向掛機喔 如果這個組合 我的分身有辦法配出來的話 我應該會用這個組合來掛機吧 因為畢竟玩到三十關 然後就可以直接掛到 我直接先講好了 五十關以上 五十關以上 五十關以上就開運氣了 然後五十關之後可以再摸我一下 就可以掛更遠 可是也比較難啊 因為畢竟 組合還需要合成 合成需要時間 時間的話 有點會來不及 會來不及 除非你手速很快 還要同時把板面給拉好這樣 沒有辦法 除非我這個七星一直都在啊 不然的話其實傷害量很難上去 啊我這個 剛剛那個一爆之後 我的七星沒有吃到地雷 沒有吃到那個報紙 沒關係 感覺很像也不需要 只要第二顆七星有吃到就好 好誇張啊 好誇張啊 OKOK 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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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要五十關了 我們等一下就給他稍微慢下來 然後看他可以到哪裡這樣 然後我們繼續 現在在四十八關一樣 輕鬆碾壓 怪物通常是到不了 那個轉角處大概兩三公分就過去了 好來我們五十關我們先暫停一下 好來吧 五十關的情況 我們繼續不控 我的一星全部被吃掉了 那麼誇張 我有三個一星的組合 都直接吃掉 這樣也還好啦 反正我七星那個沒中就好 我主要的攻擊傘沒事就OK 都OK 就算有些人少一顆星而已 我相信那個傷害還是夠的 好現在因為有地雷的關係 這邊的傷害就有幫忙打到一些 如果沒有地雷的話 或許會過不去 我不知道之後再說 對 如果有人測試的話再說再說 好現在五十一關 這個時候就是看要不要動 好我這邊為了影片需求 我還是不動 我們兩個都繼續不動 我們看能爬到哪裡 在五十一關的情況下 因為我有小王在前面扛這個傷害 還是OK了 還是OK了 可是已經有這麼一點點危險了 這隻王已經把所有東西全部吃掉 而且已經走到極限了 大概剩不到一公分 好在五十二關是那個轉移王 反正會召喚怪物的那隻 這傷害量很像有這麼一點點不夠的 難道說應該是我排的沒有排很好嗎 還是我的組合彩不夠高 如果這時候組合閃再高一點點 或是combo數再更高 因為不要忘記了 我的combo只有二十五而已喔 二十五combo 五十回合可以到五十回合 這真的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0.5倍 我知道我的主題要做什麼 好感覺很像是沒有那個辦法啦 因為轉移的小兵 全部把地雷給吃掉了 五十二關 五十二關 從三十關直接掛到五十二關 拿五十六張卡片 這樣算合理嗎 我覺得還行啊 普普如果今天時間多 然後可以玩一下 可是還是想掛街的話 還是可以用這個組合 OK 好 那就下次影片見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在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想出現就是了 喔 部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